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现在我们正在面对着严峻的疫情 多些留在家可以保障各位小朋友的健康 所以大家都一定要给点耐性在家里面好好过日子 其实面对疫情虽然我们每天都留在家 但是各位小朋友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除了看Uncle Calvin为大家拍摄的影片之外 当然我很鼓励小朋友在家里面都要保持做运动的习惯 多些在家里面动动你的手手脚脚 可以帮助大家保持身体健康 另外要预防疫情 大家一定要做足卫生措施 虽然大家都少了出街了 不过在家里面记住都要经常洗手 保持双手的卫生可以让大家避免接触到病毒的 如果小朋友真的要出街 记住一定要戴口罩 Uncle Calvin知道戴口罩是有少少不舒服的 不过我相信各位小朋友都一定可以做得到的 对不对 除了戴口罩之外 家人也都有机会会带小朋友去打疫苗的 打针小朋友当然会有点害怕啦 不过Uncle Calvin相信各位小朋友都是相当勇敢 大家一定不会怕的 最重要的是有爸爸妈妈陪着大家的嘛 除了保障自己的健康之外 平时在家里又不用上学 有那么多时间做些什么好呢 Uncle Calvin鼓励大家经常可以看一下 不同的图书和故事书 在里面除了有引人入性的情节之外 还可以学到很多不同的知识的 你还可以和你的家人 和你的哥哥姐姐弟妹一起看图书的 而且大家在家里面 也都可以帮忙做不同的家务的 小朋友可以问一下爸爸妈妈 有什么清洁工作大家可以一起帮忙做的 我们一起保持一个干净卫生的家 在家里这样都是好好的 当然了大家在家里的时间多了 有时我们都可以为自己安排多些不同的活动 例如大家在玩玩具的时候 不妨想一下玩具可以有不同的玩法 Uncle Calvin也都很鼓励大家 多些做下不同的牢作 甚至和爸爸妈妈一起做下野食 讲到食物 这一样东西小朋友就要注意了 记住 食物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之重要 所以每日吃饭的时候 无论早餐 午餐 还是晚餐 大家都要很乖地快点吃 千万不要省到食物凍了才吃下肚 而且要尽量吃多些 这样可以吸收足够的营养 保持我们身体的健康 最后我知道各位小朋友都可能会很挂着其他的家人 例如很久没见的爷爷妈妈 上学的小朋友也会很挂着你的同学和老师 其实现在的科技相当之方便 大家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在镜头里面见到他们 当然大家也可以在镜头里面 和你的家人和朋友聊天 表演给他们看 甚至一起玩游戏 疫情是一个相当不容易过的日子 各位小朋友 大家都要用你的耐性 在家里好好克服这段时间所带来的挑战 而且你的爸爸妈妈 家里面的人 大家都要面对很多不同的问题 承受很大的压力 可能他们都会不开心的 小朋友趁着这个时候 不如抱抱抱爸爸妈妈 疼他们一口 相信他们都会开心很多 好了 多谢各位小朋友 也都要多谢各位爸爸妈妈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